大家好,早上好朋友们,我是双双 现在是早上到6点钟 我们喂牛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 吃完了,马上就给它喝水 好多朋友都好奇说 为什么每天天不亮就要喂牛 因为我们要保证牛的空潮时间 在12个小时左右 这样的话可以让牛更好的消化吸收 第二原因就是 我们这边自从立冬过后 就夜间比较长 然后白天时间特别短 然后我们要控制很多的时间去干几家的事 还有喂牛的时间 不要和接送孩子的时间是撞在一起的 现在牛都已经吃完了 然后我给他们放水 喝完水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白天都做什么 喂牛喝水的间隙 一种说把今天要发货的这个后台上的这个地址先添一下 然后一会去了快递公司可以直接就添单号 就很省事儿 满事儿了你啊 走吧进屋干饭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魂 有精神 大门没关 大兄弟 没关我这使用得放得下了 还得来一圈 看我们家的鸭子 淘气包上墙头 这应该都属于是母鸭 好淘气 来你也飞 饭钱的娱乐活动 抓牙了 咱爷说了这母鸭飞 我刚才不给墙头让我抓了它一把 它是飞 你给它赶猪圈里去 要不然你抓不着 从我们家这个院子让这些鸭子 嗑的呀 咱家也没几个公鸭 把翅膀剪掉 要不然它老飞这种鸭子 一飞飞好几十米一跃 你怎么拿去呢 你还要不然它 你还要不然它 要不然它抓不着 现在已经七点半了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两个孩子已经开始 就是去学校的路上了 但是现在不是不上学嘛 就睡的时间长 起饭了大 大大大姑娘 姑娘 起吧起吧啊 起了吧起了吧 爸给穿衣服来 哎呀 给孩子们包的馄饨给煮几个早饭 现在是早上到八点半 我们刚刚出来 然后 我们先去接货 接完货然后再去发货 江达还要去剪头发 再买点用的东西 哎呀又是一个精神小伙了 哈哈哈哈 你姐妹 我也没钱 哈喽 我是直接搬呢 还是咋的 6402 别拿走就行 那我走了 哎 好吧 就搁那份呢 给雅迪 雅迪那是什么箱子跟前 嫂子说明天能到 今天那些货明天明天能到 今儿没到 那就先把这拉走吧 明天还得折腾一趟 求货求货 这家这大 今天收货 20包 明天继续 走你先把车开出去 9点20 我们两个取完了货来发货 这边扫单的 这些都是 发完了 回家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然后这边好像堵车了 你有啥想吃的吗 买点 买点肉吃吧 想吃 一会儿王宁都没来 王宁来 正好让王宁给我打包 买点肉吃 你想吃啥肉 说 熟食呗 省得做 一会儿咱俩还得拌料 没时间做 那也行 那我就看着买呗 行 好嘞 回来了回来了 他回来了 你打不上桥头到我去呢 那没有地方停车 不搭灯 你在家干这楼远 我这一块找出一块红灵灯 那么距离去 那不搭 我停到中间呢 累死我了 三楼了快走回家 现在上午到10点钟 卸货 发完货就剩这么点 然后现在开始卸 这老妹说来打包了 这咋还没来呢 我这菜都买了 你等饭点吧 到饭点能来 太能蘑菇了 刚刚进屋 把灯灰都放下 然后现在准备换上衣服 去我们家库房里拌料 拌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的这个饲料 每天都是这样 然后一会儿爷爷会给我们做好 好吃的菜 然后我们进屋就可以吃饭了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我一上午的活动时间 拜拜